嗨大家好我是雅喬 上次我們進行了自由式的滑手跟手腳聯合的練習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自由式的換氣 在我們學換氣動作之前 我們可以先試著在坐姿的動作下 轉動你的頭部 頭部旋轉的時候 如果你的肩膀沒有跟著移動 你的頭會轉到極限的時候就卡住了 那我們在自由式換氣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我們滑手的過程中就已經會轉肩了 所以當你滑手滑到要轉頭換氣的時候 你的肩膀其實已經轉肩轉上來 你只需要做頭部的轉動就可以了 當你沒有做轉肩練習的時候 你的頭會轉到一個位置就卡住 那相對的你也很容易在換氣的時候 就因為轉頭的幅度不夠大 來造成你喝水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自由式的換氣動作練習 在做練習的時候 我們一樣需要趴在地板上操作 我們先從左邊開始 那如果你是右撇子比較習慣右邊的人 也可以把同樣的動作換邊操作 首先趴在地板上 額頭朝著地板 你也可以讓額頭放在地板上 把你的左手放在大腿旁邊 不要滑手 那你的右手只需要伸直放在前方就可以了 在做轉頭練習的時候 從眼睛看著地板 額頭對著地板開始 慢慢地轉動 轉動的同時 要讓你的肩膀一起做旋轉的動作 那至於要轉多上來呢 如果你是有綁馬尾綁頭髮習慣的人 你就可以先摸一下你包包頭的位置 轉頭的時候大概轉到最上面 你的包包頭會靠在你的手臂上面 那如果你沒有綁頭髮習慣的人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先伸出來 摸你後腦袖的位置 待會轉頭的時候轉到最高點 就是你的手臂跟你後腦袖 互相碰觸到的位置 這是一個檢視自己轉頭有沒有到位的方法 大家可以把它記住 那轉到換氣位置之後 你可以停留個一兩秒 做吸氣吐氣的動作 再慢慢地轉回額頭貼著地板 重複操作幾個動作之後 讓你的脖子起來活動一下 可以換邊做練習 如果你已經完成換氣的動作練習 接下來我們要加入滑手的訓練 滑手的換氣動作練習 首先需要你趴在地板上 雙手向前伸直 額頭對著地板 那滑手練習的時候 有幾個口訣可以使用 第一個是先滑手再轉頭 第二個是手一滑頭就轉 第三個是還原的時候 還原的時候是 頭先轉回來 手再回來 那這三個是滑手換氣的時候的口訣 大家可以把它記下來 那如果你前面的分解動作 沒有訓練的比較扎實的話 你可能會在這個階段 手忙腳亂的 當你滑手的時候忘記踢水 當你踢水的時候忘記要換氣 所以我們每個步驟都是一步一步完成的 需要你有前面的基礎之後 才來進行最後一個動作 滑手的時候 請你先滑不換氣的那隻手 因為我們在游泳池進行練習的時候 需要有一點啟動的動力 如果你第一下就進行換氣的話 容易讓你的身體下沉 那也可能動力不足 造成你的換氣的時候容易喝水 所以我的習慣的話 我會讓初學者在進行練習的時候 第一下滑手先不要轉頭換氣 那第二下再進行換氣的動作 所以請你依照步驟 第一個請你保持你的踢水 第二個滑動你不換氣的那隻手 第三個滑你要換氣的那邊 然後先滑手再轉頭 一滑手頭就轉 頭先轉回來 手再回來 完成整個換氣跟滑手的動作 我們今天進行了自由式的換氣練習 也操作了手跟腳的配合 加上自由式換氣 那這個動作比較複雜 需要比較多的練習 才能夠在操作的時候 不要滑了手忘了腳 踢了腳忘了換氣 如果你在今天的練習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分享喔 好